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但是却有一个地方的鬼 大家都想亲眼目睹 你知道在哪里吗 今天就带你去看鬼 泰国东北 当地人称之为伊散 是泰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 偏远又落后 也是令人感觉神秘的地方 近年来 位在东北离府的丹塞地区 有一项节庆活动 当地人所谓的皮他捆 鬼脸节 一年一度只在泰国东北地区 才有的节庆 吸引大批泰国本地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即使交通不便 也要想尽办法 来到东北这个小镇 来亲身体验鬼脸节 所带来的感官刺激 其实光是比皮他捆的一个传说 在地的传说 我听过的至少有四种 皮他捆他的传说是说 佛陀成道之前 佛陀成道之前 他是从森林里面出来 所以他当他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三妹鬼灵跟着他出来 其他的三妹鬼灵就知道 就是跟着有得到的人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会招捧迎办的 跟其他的鬼妹讲说 就是跟着佛陀走 跟着佛陀走 那这个泰文 他们一开始的说法是 毗丹昆 就是来来来 跟着佛陀 跟着佛陀的意思 然后后来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 毗达捆 毗达捆活动 主要场所 是以挖蓬菜 蓬菜寺为中心 原本宁静少人的小镇 自活动的首日开始 即涌入了上万人 单载人相信 就是只要能够迎接 佛陀的神礼到佛陀差的话 那这样这个仪式 就会非常的平顺 所以这个仪式一开始的时候 佛陀就会带着一群人 到蒙湖那边去 去河里面去找这个石头 通常会找三次 然后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会找到一颗 圆形的白色的榨里石 那找到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代表了 乌伯库的神礼 就把它迎回彭采寺 然后去安顿在那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了 这个仪式就开始了 陈列许多皮达捆的 民俗博物馆 就在彭采寺的旁边 现场见识到工艺师的 鬼脸面具位置 通常做一个像这样大一个皮达骨 大概要两个月 就是从那个椰子素皮拿下来 然后一直到完成 大概要两个月 而且我讲的这个是 有技术的 有技术的工艺师的 这个上色的部分最好使用 它就是那个皮达骨 皮达骨就是用这个 来当做它那个头部的部分 然后下面再加一个那个 那个椰子素皮 然后这个就是有点像耳朵 然后甚至有的人会立体 把耳朵做出来 这个就是混 这个混在他们 就是 泰国东北他们会用这个 来蒸糯米 蒸糯米 里面可以放一个 然后里面就是蒸糯米 烘鸟 蒸糯米 这个混可以有大有小 像这个就要二十五块 这个就二十五G 这个要三十五块 三十五块 三十五块区 其他朋友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 就是就地取材 对 我相信仪式开始的时候绝对不是想要 为了要以后 我变成洁气 对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当地的民生用品 所以他们就把它拿来 再加上一个椰子素皮 椰子素皮也是泰国当地有的这个树种 常见的 然后 然后就就就就变成毕达骨 毕达骨呢它 嗯 这一个 这一个造型当中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它的面具 第二个元素呢 是它身上的衣服 都是布条 那第三个元素就是它的铃铛 那个铃铛 对 那第四个元素就是它的武器 尤其它的武器是很像男性的生殖器官 因为在以前的农村 不管是毕达骨 还是 辽国跟泰国的传统的这个节庆里面 那就是有那种球偶啊 那个姓意味在就对了 它那个游行队伍当中也会出现男女性交的部分 其实一方面是球偶 二方面是生殖这件事情 在古代的农业当中是很重要的 因为生殖就象征了它们的农度会丰收 来自东北十三个地区 扮成毕达骨的人们 从市政府广场舞台前 一边随着音乐舞动 一边出发开始游行 那个也是毕达骨 那个叫做大毕达骨 也是嘴王 就是嘴帽 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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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巨型神兽的花车 它们各自有着不同地区 代表的传说故事 流行队伍中 也不乏转世轮回的各代佛陀 传统的泰式服装与舞蹈 传统的泰式服装与舞蹈 佛陀佛陀的纪念日这样子 其实泰国他们也在把文化 地方文化结合 结合全球化就对了 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去找出 他们地方上的一个特色 瓦岩帕拉就是游行 那他们游行有一定的规则 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尚 然后会抬着佛陀的神像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个顺位就是当地很重要的一个宗教 就是叫做 有赵破寬 赵破寬之后就是赵面男添 赵面男添之后就是其他的 Pose and 还有男添 然后最后才跟着皮打肯 这些鬼灵 那这样子的一个游行队伍 然后他们就会来到彭采市 然后到彭采市呢 绕市三圈之后 就是进行祈福这样子 然后等到仪式结束之后呢 趙破寬他所做的 他是做在一個用火箭做成的一個座位上面 那等到這個儀式結束之後 趙破寬就會帶著這些火箭 還有一群人 然後到瓦砰柴的後面去施放這個火箭 那這個施放火箭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就是祈雨 適當的雨量對他們是重要的 第一個祈雨 第二個是禁繩 這個也是泰國人的傳統 然後當火箭施放在空中 就會看他如果說這個火箭 在空中停留的越久 那麼就代表就是越吉祥的意思 那這個儀式一結束之後 接下來就進到第三個精神 他就是聽彭才師的這個助詞 他們要去講經 講佛陀最後儀式在世的那個十種生活方式 那當地的人相信就是只要去聽 這個佛陀在世的這十種方式的話 那他們就會得到來世的幸福 彼達綑他就我這三年所看到的一個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他原本是整個宗教儀式當中的配角 可是後來呢慢慢的演變成 是現在當地至少是彭才寺 當地的文化意向 那甚至於是當地的縣政府跟市政府 他們都以彭達綑當作 當地的一個很重要的節慶 不管是補助還是宣傳上面都是這樣 那所以反而導致很多人知道彭達綑 並不知道背後 它這個有關於背後這個貪崩這樣的一個儀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遷 從宗教的一個配角 宗教的功能 慢慢的轉到一個地方文化上 節慶化一個很重要的表徵